來問一些小問題 天花板有好幾個日光燈 燈全亮的時候你拿本書地上有影子 你會發現如果你的書本比較靠近地面的時候影子比較清楚 如果你把影子拿比較遠的時候影子會比較不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拿比較遠的時候 離地板比較遠的時候你的影子會比較不清楚 比他靠近地面的時候影子會比較清楚 你們班有15號嗎 你們班沒有15號 貴姨班有12號 12號 來龔小姐 為什麼呢 你要面對我 要過往不知道 這樣很傷心耶 問起來都不曉得 第二名也不曉得 你也不曉得 這樣傷害老師的自尊心 請坐 這個房間裡面光線會打出去會到處反射到處亂竄 你把書本離地比較遠的時候就會有別的地方的光可能跑進來 所以影子會比較不清楚 比較接近地面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別的地方光會跑進來 所以影子會變得比較清楚 會變得比較清楚 就是為什麼 OK嗎 OK 再問一題吧 這總該會了吧 這總該會吧 這樣超級世界恐怖緊張的問題 總該會了吧 哪一個是跟光的直徑有關係啊 找一位帥哥男吧 有帥哥男嗎 有 有 26 小老師大人 A 你選A 你坐下 答案 答案叫做 反射 以後會交 反射 日上山竿是太陽爬得好高 太陽在動 那跟反射啊也沒有關係 跟直徑呢也沒有關係 我看他往上爬嘛 是運動 空母回音是聲音的反射根本跟光沒有關係 所以呢 只有影子的形成是光跟光有關係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就是所謂的光的直徑 光在真空或聚音中會走直線 有一個現象叫影子 請了解什麼叫做本影什麼叫做半影 可以嗎 可以 下就是我剛剛講過的第二個重要叫做真孔成像 真孔成像就是有一個暗箱 然後呢打一個洞 然後光線照進去 然後在後面會成一個像叫做真孔成像 它會形成一個倒立石像 它會成一個倒立石像 等一下給你解釋 等一下給你顯示 所以經過一個小孔在後方成為一個倒立石像 因為經過一個小洞 所以叫做真孔成像 真孔成像 OK 來看一下真孔 叫做真孔照相機 好 有個洞 你看到 它因為走直線 所以上面會跑到下面 下面會跑到上面 所以要叫倒立 OK 叫倒立 然後我寫個倒立石像 什麼叫做石像 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這裡真的有光到那邊 所以你放個底片 放個CCD 它會感光 你放一張紙 紙上面會呈現影像 這叫做石像 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叫做石像 所以叫倒立石像 所以真孔成像會形成一個倒立石像 那請問放大還是縮小 不一定 會跟這個距離有關係 會跟距離有關係 數學上如果學過相似三角形之後 就可以算出來這個像會有多大 有人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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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考數學 不是 左邊的三角形 跟六個三角形 叫做相似 比例會一樣 所以我說它會放大還是縮小 跟這個距離有關 跟距離有關 你可以想像到 想像到 如果我把這樣子變的話 如果把蠟燭靠近 真孔 像會怎樣 變大 遠離真孔像會變小 如果蠟燭不要動 後面的螢幕 螢幕靠近真孔 像會比較小 遠離真孔像會比較大 OK 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不算 你知道就可以了 有人有考過 可是我覺得那個叫做考數學 像是三角形 所以呢 真孔成像就是一個光顏直線的結果 所以會成為一個倒立的石像 會成為一個倒立的石像 因為走直線 所以會倒立 因為光線實際到 所以叫做乘石像 至於大小就會 至於大小就會跟那個距離會有關係 好 大小會跟距離有關係 就知道就可以了 那麼 可以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打一個洞 就一個像對不對 打兩個洞呢 就兩個像 三個洞 三個像 可是我打一個大洞呢 就變成二個像疊在一起 就會反而怎樣 無料 所以呢 我的洞如果開得越小 那個像就會越清楚 因為就只有一點點的光可以倒 可是光就會非常的微弱 如果洞太大一點呢 會比較亮 所以說 但是就有好多的像比那一塊 會比較稍微比較磨 比較磨 OK 就是 稍微有問題會問 這也要討過 好 一個洞 兩個洞 三個洞會怎麼樣 然後呢 洞太大會怎麼樣 OK 就是有關於針孔成像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